大家晚安 第二號颱風馬娃目前的位置 在L&B的東南東方 大約44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還是以比較緩慢的速度 向北北東方向前進 我們還是要提醒在巴士海峽 東南部海面、東北部海面的航行 作業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而說到颱風外游環流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整體降雨的部分 目前降雨的部分 在颱風外游環流影響之下 在營風面的宜蘭、花蓮跟大台北地區 下雨的情況是比較明顯 尤其由宜蘭山區跟台中山區 下的雨接近100毫米左右 因此氣象局在今天晚上 持續針對在宜蘭跟台中山區 發布大雨特報 除此之外 在今天下午因為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所以在嘉義、以南到高雄這些地方 有一些比較短延時的強降雨 也就是在很短的時間 下了非常強的降雨 在台南3個小時 甚至下了95.5毫米的雨量 因此當下氣象局有針對台南 發布豪雨特報 高雄發布大雨特報 不過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整個降雨已經慢慢減弱 因此氣象局也解除了台南 高雄的豪大雨特報情形 我們從雷達回播可以看到 整體降雨的情況 目前受到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外圍環流帶來的對流雲系 貼著宜蘭到台東這些地區 這些地區在沿海地區也下了不小的雨勢 除此之外受到地形的影響 在宜蘭的山區、北部的山區的降雨 也都還是持續的 因此剛好提到 今天晚上依舊是針對 宜蘭山區、台中山區發布大雨特報 我們還是要提醒 在明天的時候 宜蘭地區、北部山區 依舊會有大雨出現的機率 而至於明天 在風力預報的部分 我們從風場模擬圖可以看到 明天颱風的位置 逐漸向北移動到鵝鑾比東方海面 越靠近颱風的地方 呈現深紅色、藍色的地方代表強風區 因此最靠近颱風的綠島、藍雨 明天可能都還是有9到12級的強震風 尤其藍雨因為地勢的影響 有11到12級的強風 除此之外 在台灣的西側 因為受到地形的影響 所以強風區還是相當的廣 信項局發布了陸上強風特報 在明天 苗栗引南到台南地區 還有綠島、藍雨跟澎湖 這些地方都依舊會有強風 在這些沿海、高架路段 一定要注意強風 另外在陰架懸掛物都應該固定洗牢 那我們來看一下浪的部分 在明天來說 整體在吉隆北岸、東半部、橫春半島 都還是有可能出現6米左右或6米以上的浪高 台灣附近在西半側這邊 也都會有2到3米浪高出現的機會 請大家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而至於高溫的部分 因為受到外衛環流的影響 在北台灣地區 夏雨的機率相對比較高 而且雲量多 花林也是 所以明天的高溫 在這些地方大概29到31度 天氣相當穩定的地方 在中南部 大概高溫來到33到34度 我們要提醒明天在台南、高雄 還有金門都要盛防有36度以上高溫出現的機會 最後為大家整理一下 明天在東北部地區、北部山區 可能都會有幾乎大雨 另外強風的部分 苗栗到台南、澎湖、綠島 這些沿海平原地區要注意強風 此外沿海浪大 請大家還是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最後提醒 台南、高雄還有金門地區 都要盛防高溫的情形 以上這節最新的氣象資訊 這邊是稍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